向来亚欧大陆上,发生过各种匪夷所思各种已少胜多的事情,中国的赤壁之战等等各种例子数不胜数,明明拥有强大的实力,却在小的方面吃了苦头,摔了跟头。 在很久以前蒙古国是属于中国的,但是由于各种条约的签订,导致内蒙和外蒙。 内蒙古我们现在都很了解,在我国的北方,有很多大草原和沾帽屋子,还有最著名的游牧民族蒙古族。 欧亚大陆的战争连绵不断,就连国家领主的刚迭,都是转瞬之间。 欧洲的铁骑,想要往东方伸展,却被忽必烈打了个落花而逃,甚至还丢掉了好多领土,一直被打倒燕尼赛河附近。 从那之后,欧洲人不敢再深入亚洲大陆,对亚洲人更是害怕至极,并称他们为不败之师。 忽必烈也是中国历史上,往昔达到最大疆域的统治者。 但唯一不足的是,忽必烈敌是中原人。 认为中原人是低烈的人种。 所以,元朝一直是划分人种优劣程度的。 作为仅仅比奴隶高一等的黄种人,自然不该这样。 最后朱元璋起义。 这才推翻了元朝低烈的人种等级划分制度。 说完了内陆的情况。 再来说一说万蒙古的情况。 那时候的万蒙古是蒙古国。 实力特别强大,一直征服了亚欧大陆北边的几乎所有国家。 在这些国家中,全都尊恨蒙古国的统治。 但是敢怒不敢言,还是要受蒙古人的奴役。 还要向蒙古人缴纳税款。 但是其中一个国家做法不一样。 他们很欢迎蒙古国的到来,并且主动缴纳税款。 主动服从奴役。 他们觉得当前与之为敌不是好主意。 不如先顺应潮流。 主动臣服使蒙古国放松警惕。 它取得了蒙古国的信任。 蒙古国奖收缴税款的重任,交给了这个绿豆大小的国家。 这个国家就是俄国的前身莫斯科公国。 莫斯科公国通过这种办法,将下面的几个公国,都集合在了一起。 排除异己。 久而久之建立了强大的自信心。 和不甘被奴役的决心。 但这一举动,也引起了蒙古国的忌态。 蒙古国决定,讨伐这个日益崛起的绿豆公国出兵两次。 皆大败而归。 自此,蒙古国的威吓力不敌当年。 而且蒙古国在日益强大的莫斯科公国的逼迫下,和日益严重的内乱下不断分裂。 国力日渐衰弱。 最终派出最后全部兵力去攻打莫斯科。 最后全军覆没。 再到后来蒙古国败于自己的内乱。 再也没法回复往常的国力。 最终败在了亚欧大陆上。 退出了国际舞台。 自此蒙古国的故事,我们只能从史料中接触。 无法了解到他了任何人无法一步登天。 一时的隐忍。 或许能够成就以后的伟业。 人类是一种拥有丰富感情的动物。 他们懂得如何去做人做事。 如何不动声色的成功。 这都是成功要有的一些,但不是必须的因素。